牠已經有放了 你看牠下面有那個籠子 你放了多少時間?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放的 有耶有耶 黑色的耶 不要看這邊感覺好像很荒涼 好像旁邊都是農田 但是聽說這邊藏有一種寶藏 他們當地人稱為黑金 就這樣藏在地底下 到底是什麼東西 只知道牠非常的貴 好不好 這一次就去找找看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珍貴的寶藏 我說真的還假的 眼前的這片森林 竟然有所謂的黑金 藏地底的黑金 該不會是石油什麼之類的 但放眼望去林中一片寂靜 甚至渺無人煙 也不見想像中 挖寶藏的大型器具 這黑金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趕快找個人去問問 來到了鄉下的地方 當然就要找當地人帶我們去 才找得到這個珠寶在哪裡 然後我已經約了一個 當地的先生 然後聽說呢 他就會靠這個黑寶藏 黑金致富的賺錢的 好不好 我們來找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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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Gary 我聽說人家說 這個地方有很多壓力嗎 對 真的 所以你找他們 你賣他們 對付錢嗎 對 對 所以你可以帶我們 去找壓力嗎 對 我們可以帶他們 好 嘿嘿 有當事人現身說法 對於林間有黑金 這傳聞可信度 就大大的提高了 而且老闆還願意帶我們去看看 這讓人致富的寶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 也可以來挖挖堡分一杯羹 話不多說 咱們趕緊跟著他出發去吧 OK 先生 我們在這裡嗎 對 這裡嗎 這裡嗎 對 我想說你看後面沒有 光渡一片 什麼也沒有 難道這邊光渡一片 找得到那個黑金嗎 所以黑金在裡面嗎 對 對 這是你的嗎 對 這是他的土墊 因為你看他 他全部圍起來了 整塊地他都圍起來 他整片都圍起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 找就很方便了 很容易找到黑金 對嗎 不容易找到黑金 對 不容易 但已經在裡面 對嗎 我們已經在裡面 他希望 他還不是一定有耶 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嗎 沒有 我們就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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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隻喔 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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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喔 你好 你好 用狗去找 好奇特喔 真是太意外了 到底是怎麼樣的保障 是用眼前這狗狗去找 又是個怎麼樣的找法呢 而且這眼前的狗狗 看起來溫馴得不得了 一點都不像要守護寶藏的獵犬 用牠來找人人都愛的寶藏 真的可以嗎 他只有狗狗當作的工具耶 什麼 太奇妙了 我以為會有什麼很重機巨月 你知道黑金嘛 你不知道在地上躲身 你看牠這個很有順序的種植 好好的 但看的都是樹啊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所以牠已經沒有牠 沒有 我的意思是牠 牠會尿尿啦 怎麼這樣啦 這下真的怪了喔 從剛開始看到狗狗到現在 牠看起來根本就像是主人 帶牠來散步一樣 輕輕鬆鬆悠悠閒閒的晃來晃去 現在還給我隨地解放 一點都沒有要來找寶藏的緊張感 不過老闆叫我們別著急 要好好注意狗狗的動作 因為只要一有黑金 聰明的牠 可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哪裡 牠在哪裡 牠會找到哪裡 牠會找到哪裡 來吧 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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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土的味道啊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黑松露 這是松露啊 黑松露耶 所以這是黑松露 這是黑松露 它原來黑金色松露啊 我的媽 世界 西方人譽為三大世界 三大蒸羞 鵝肝醬 魚子醬 松露 老闆說 由於西澳南部的這片山林中 環境條件非常適合松露增長 也因此越來越多人像它一樣 開始仿自然條件的 種植出這些黑松露 而要靠松露致富 最大的工程 可就是手上牽著的寶貝狗啦 多虧有了它們的精準嗅覺 才可以讓每年的松露都完整採收 不會有遺珠之憾 每年的預計產量也高達一公噸 所以這些狗狗對它來說 不但是最好的員工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貴人喔 那體驗很進入 就這樣子而已耶 就開始想說 走 去找 有沒有看到 他如果找到以後 他就這樣撥一下 他有點像是做記號 已經挖起來了 就在... 就其實長在地上不深的地方耶 有沒有看到 他就在這個位置而已 它就在這個位置而已 它就像是很深的 即你遠看 真的很像一顆髒石頭 話說在以前 人們多半是用母豬來幫忙找尋松露 但因為母豬們太喜歡松露的香氣了 一找到它總是會毫不客氣的 稀哩呼嚕吞下去 往往造成農夫們的龐大損失 所以現在都已經改為聘用 嗅覺敏銳 而且又聰明的狗狗們啦 然而就在松露收集完畢 準備打到恢復之際 老闆說如果我們想要品嘗到 松露的美味 還有一個味 絕對不能放過的 好 我們到了耶 我以為會很遠 就在旁邊而已嘛 來... 不好意思 它已經有放... 你看它下面有那個籠子 好... 昨天晚上放的 喔... 喔... 有咧... 有耶 哇... 好... 黑色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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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看起來很像那個 看起來很像那個... 看起來很像那個... 對 對 看起來很像那個... 好... 好有活力喔 等一下... 很大 你看 跟我的手掌這樣比起來 有沒有 算是很大的耶 很大嗎 非常... 他說這個很好吃啦 看起來感覺很好吃 只拿工的啦 只拿工的啦 像這個是工的 然後母的 不拿 我看一下喔 這隻應該是工的 很有活力 有沒有看到工跟母的差別 它有沒有凸起來的那兩顆 原來老闆剛剛怎麼都不透露的美味 就是眼前這堆像龍蝦 又像小熬蝦的藍魔蝦 不要看這一籠子拉上來 就有那麼多隻好像很好抓 但這藍魔蝦可不是到處都有 到處都看得到底 這些生活在淡水的熬蝦們 是西澳這個地方的特產 依此來到這不好好給它嘗嘗 可是說不過去的喔 我們可以拿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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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只夠它啦 不夠我們啦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這裡 你可以拿到這裡 當然 所以它可以拿到這裡 有多少錢 真的嗎 它最大可以長到這樣 30公分耶 它好像蝦蝦 對 它比較好 它這個已經長得跟龍蝦差不多一樣大耶 但它說比龍蝦還要好吃 這個嗎 對 還有… 有沒有看到第二個籠子 OK 讓我 有沒有… 它有吧 它這個好像感覺很好抓 有…裡面有 好多喔 我的媽 這十幾隻耶 超多的 而且很有活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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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這個淺的顏色有沒有 跟那個黑色 它只是在換… 換… 換殼啦 它這等於是它的新的殼 好嗎 好不好 小的讓它就回去吧 然後它剛才把那隻母的 小的 把小的放回去 然後… 澳洲人為了讓生態資源永續發展 都會不斷地強調要將小的 或是母的放回去 讓牠們繼續成長繁衍 如此才能生生不息 讓往後的十年、二十年 都還是有這些美味可以享用喔 這一大龍 只花了我們不到十分鐘 你吃這個嗎 你吃這個嗎 你吃這個 就像普通的魚魚 我們大概四分鐘 呃 砍開 六分鐘 八 它這個就用水煮的 水煮的最新鮮 但是你吃這個 你吃這個 你吃這個 好 哦 我們來吃這個 哇 好酷 它這個 會配那個松露喔 好 高級 這些藍柏蝦在老闆心中 可是與松露絕配的No.1 要來一場松露的美食饗宴 可絕對少不了這完美的搭配 看著老闆剛剛讚不絕口的模樣 我已經等不及口水 都要跟著流下來了啦 現在我們要清這個松露 只洗它嗎 要洗它 洗它 你可以洗它嗎 你可以洗它嗎 可以洗它 然後它 現在把這個土沖掉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水這樣沖然後有沒有 沒有 它會不會刷子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土弄掉以後啊 你可以看出它上面有沒有 一顆一顆的 這個要怎麼講呢 OK 它這個很像那個 我們吃的那個 一種水果的表皮 有沒有 然後其實有一點軟軟的 一點點軟軟的 現在聞起來味道就蠻重了 所以說它這個味道有一點重到 反而不是這麼好聞了 變得不是這麼好聞了 擦乾以後 要怎麼形容這個味道 它就是有一點那個泥土的味道 然後有一點潮濕的味道 但味道的確 一沖洗完以後 越來越重 所以它全部都乾淨 對 所以它已經可以吃了 對 所以它已經可以吃了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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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150 15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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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碳 這一顆 要150 或200塊美金耶 收工 哇 好貴喔 它有這個秤重 重量決定它的價錢 好不好 OK OK 現在 現在大概 一點點 差一點點OK啦 差一點點OK 好 然後把它放進去 0.073公斤 等於73公克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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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美金 那這一顆呢 200 200 手 這一個 91公克 200塊美金耶 6000塊台幣耶 就這樣一顆 Oh my God 我說這送路不但有名氣 價錢更是貴傷傷啊 不過老闆說 這送路售價雖然高 但是卻叫好又叫做 每年的收成 我們絕對會在當季就給它賣光光 甚至連清理松露時 不小心掉下來的松露屑屑 都還有人在趁筋論量的收購 天啊 這實在太讓我好奇了 到底這高貴 價錢也貴的松露 有著什麼讓人著迷的魔力呢 所以這是新鮮嗎 對 新鮮 哇 超酷 它要對半切 對 然後你看 這是 這是 它磨成粉的 有沒有看到 好像有像黑胡椒粉這樣子 只有 只有 對 對 味道 對 味道 對 那邊有一點酒精啦 所以聞得到那個酒的味道 它把它跟湯弄在一起 好奇特喔 聞起來都是酒精的味道 對 試試 我們試試 好 驚訝 好好吃喔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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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味道啊 好濃郁 而且是香的 然後再加一點點酒的味道 跟它那個龍蝦 你知道龍蝦我們有時候煮的時候 你加一點酒下去煮啊 其味道會讓它更鮮美 這好好吃喔 它很好吃喔 它真好 真的很好 然後 還有兩道 它說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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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要 我要來這一咬 好 好 很少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有到 哇 真的有好 好 好 天啊 好好吃喔 而且加了這個鹽啊 味道 非常好吃 很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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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你會常吃這樣嗎 你會常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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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爬去 你會常吃 看他的肚子 他說不是常常這樣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我的媽啊 這真是太美味了啦 一小口鮮甜又有嚼勁的藍磨蝦 搭配上一點點的松露粉 或是松露鹽 整個吃進口中以後 香味蔓延到整個口腔 實在讓人難以忘懷啊 不過老闆說 我們剛剛吃到的 都是松露加工過後 一般超市都可以買得到的調味料 吃起來還算普普通通啦 接下來的才是真正的重頭戲 其實我們在餐廳有沒有看到 我們在餐廳 我們經常看到這個 這個樣子 只是一點點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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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這樣聞起來 切開的話 比較乾燥一點 聞到味道越來越香 越來越好聞了 它看到了 它整個嘴巴在你的... 味道在你的嘴巴裡面 不斷的跑出來 而且你吃進去以後 沒有像你想像中 聞到味道這麼重 它反而有一種很濃郁 但是很香 很像你吃了一口很... 很油的豬腳 看起來很油膩 但是它實際上非常爽口 這樣子比喻會不會怪怪 但是類似那種感覺 這好高級喔 你看它就這樣子 片在上面有沒有 這麼一大片耶 餐廳找不到像這樣尺寸切片的 就吃了 對 就吃了 這個最棒 這個最棒 這好好吃喔 很好吃 就吃飯 吃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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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 只能說眼前這個畫面 真是太奢侈啦 直接新鮮切片的松露 配上口感接近龍蝦的藍磨蝦 實在讓人很難想像 這麼奢侈的食材們 就這樣在我的口中咀嚼著 天啊 如果真的能像老闆說的 天天把這個當午餐 那該有多好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